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來到台東的成功鎮 天氣非常的好 大海非常的遼闊 我今天就要來挑戰最硬的 它就是即將在全世界消失的文化 標旗魚 標旗魚呢 是從日治時期傳下來到小琉球 之後才傳到台東的成功 是非常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標旗魚海浪有六級的時候 它的浪高會到達兩公尺 那旗魚會以時數快一百公里 穿過海浪 你要發現它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冬天東北季風呼嘯而過的季節 正是台東成功鎮最熱鬧的時候 僅存的十多艘其餘標旗 各個蓄勢待發 準備大型身手 然而標旗的減少 也讓我們看出難度極高 風險極大的標旗魚文化 正在一步一步的邁向市民 但仍有不少人想努力將它傳承下去 不名義 全台灣最年輕的標旗魚手 就是其中止 我們現在站的地方叫做標台 到外面浪那麼大 你要自己一個人走到這個上面 對 我們要先踏上標台 踏到最前端 然後這裡有兩個 像我們拖鞋的 喔 有保護 很像拖鞋的東西 對 保護靠 靠好之後 放起來 你說在海上這樣子做 對 喔 要把標竿 這標竿很長耶 那這個標竿大概是幾公斤 那一根的話 15公斤以上到23公斤 喔 其實它是活動式的 對 它是標竿跟魚標 脫離的 然後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說的標尺 這邊是尖的嘛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倒溝的 對 倒溝的概念 所以會拔不出來 對 標進去的時候 它是降機進去的對不對 嗯哼 然後如果整隻進去的時候 喔 出來了喔 往回拉的時候 往回拉的時候 這隻是標尺會怎麼變這樣 不行的 我知道其餘都非常的大隻 好像 你釣過最 你擦過其餘最重的大概幾公斤 大概幾公斤 280公斤 最久拉到 4個多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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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需多萬 4個多小時耶 快的快的 而且你剛才叫 快多少錢 10多萬 對 噢 4個小時10多萬 平均下來 10星就是很多人的月星耶 乍聽之下 相當吸引人 但是辛苦的背後 風險 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最簡單的運船部說 被標杆打傷的 被其餘刺傷的 失足落海的 甚至卡在標台上 腿斷的 又有多少人呢 又扣好 等一下我掉下去怎麼辦 有高喔 然後 他說的 17 17 18公斤 沒有在騙人喔 是重的喔 然後你要 你要Hold住 重點是在船上 還有那個浪 你說要標的時候 要拿到 要拿到這個很最穩 最尾端很遠耶 哇 很…很難耶 真的嗎 真的嗎 要中筋了 其實這樣前面拿 還好 拿到尾端 它整個是乘以兩倍 在最危險的環境下 用最原始的方式對決 明義說 這雖然是人和其餘的搏鬥 卻也是漁人們尊重海洋 永續與法的根基 然而明天的出海 終究能不能順利呢 一切也只有老天爺才會知道 現在是 早上的3點51分 人生第一次出海 SANS他們都很激動 他們說會吐 因為我第一次坐船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吐 然後我們準備了暈船藥 他們說追漆漁啊 浪一定要打 因為漆漁是跟著浪走的 怎麼破浪的男人 第一次坐漁船的男人 然後你等一下看到吐 好興奮喔 興奮起來 鼓勵 興奮起來 好 不知道是傲擋 還是怎樣 對比攝影大哥們冷靜的擔憂 而我的興奮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不過畢竟一輩子 都還沒搭過漁船 當然要好好享受這第一次 終於踏上船了 大哥你好 不只驅手要好 船槽也要好 才可以有收穫 通常它開的時數大概在10吧 我覺得它開了70 大概都拚了 我們等一下會經過的是 永生流漁場 然後它就是 怎麼講 就像山一樣 在海裡面有山 然後黑草 碰撞到山的時候 會有老洞 主要是在那邊飆起魚 對 其實那個地方 孕育的成功 對所有的飆送 然後永生有漁場 因為有海水的老洞 帶起了所有生物 然後就會有一些 低級性的魚類住在那裡 其餘它是 算是高級獵食 對 它主要是吃鮪魚 鮪魚 然後它就會住在那邊 其餘修 那是 有的人 沒有渡過 而且 大條的 很心發燙 那為什麼不放那個網子去老 因為網子應該比較方便 紅哥必須啊 很多肚子喔 喔 大小同時 會有魚啊 通常我們主要是要分大魚吃 從小魚啊 因為有小魚 經濟價值不太好 而且 太小 小東西把它抓起來 這個文化有大陣 什麼黑潮啦 永生流啦 這些地理課本 才會出現的名詞 竟然是我們待會兒的目的地 感覺太不真實了 不過名義也叮嚀我們 這邊海域 雖然是它每天討生活的地方 但只要出海 就千萬不能大意 因為大海 隨時出翻臉 就翻臉 我剛剛一直在想問一個問題 那你們尿尿去哪尿 通常 通常是 就接棒棒 大自然接棒 這樣 尿尿我覺得還好 尿尿都還可以 因為男生嘛 隨便尿 大號的有沒有 大號 那你要靠著船那個尾巴 對... 對... 拉著 可以嗎 那你... 對... 真的假的 我不會跌下去 抓緊啊 好... 好... 這個是誘了嗎 對啊 這假的 這個浪算大了吧 我踩到才能很誘 很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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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浪等於是 剛符的等級而已 果然如大家所說 有浪才有奇異 沒搭過漁船的我 還真不知道能夠撐多久 然而就在此時 在赤糕點觀察的船長 突然大喊 似乎已經有所發現 走後面... 你等一下 後面捉魚了 快點 後面... 後面捉魚了 很快 只右手拉著 來 那邊 那邊 哪裡 左前方 到了 剛到地點 差不多15分鐘就 進到第一次 這我知道是鬼頭刀 藍色的耶 鬼頭刀是藍色的 好漂亮耶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我都不能長這樣喔 我都覺得他本人耶 好 老闆拿走了 走開 走開 抓什麼 抓什麼 抓我啊 你可以黏幾顆再黏它 我給你了 我給你了 有性格 太誇張了吧 我可以幫你做什麼嗎 拉線 這是正常了嗎 鬼頭刀就像按下了TURBO鍵 全身不停有動 被打到肯定直接歐車 而且他們的顏色太漂亮了吧 跟印象中的完全不同 沒想到還沒空找其餘 又有魚上鉤了 我現在的運氣太好了嗎 喔齁 幾條跳起來 另外沒有嗎 跳起來 跳起來了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 來 跑回來喔 OK 好 看什麼啊 脫鉤 好 掉嗎是不是 脫鉤啊 沒關係是一文學 這樣很快 正常的 很快是笑挑的 不錯喔 很好 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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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 像這種要換掉 也是可以抓嗎 還是會放牠找 有的人會抓 有的人會放掉 我是都丟掉 放這個要丟給他 太小了啊 這就是牠們的觀念 比較小的魚就放掉 讓牠再擋大一點 讓牠去搬直更多 這樣之後才會抓到更多的魚 像這種比較大條的 牠們就會自己收著 這個真的很搭啊 因為我剛剛講過嘛 我都是在超市看到硬的魚 第一次直接現撈 說老實話 許多國家有嚴格的捕撈法規 制式的測量工具 還有魚警察器 我們只能靠漁民的自律 用手測量漁火的大小 來保護海洋資源 如果大家都能像民意一樣 相信我們一定有更好的海洋環境 剩下一個小時嗎 工的 工的 你有沒有看到牠在水面上 很像一把對地的刀嗎 這是工的嗎 母的 工的 工的 為什麼牠是金黃色的啊 對啊 跟藍色不一樣 體色 體色 每一隻不一樣嗎 對 每一隻不一樣 每一隻不一樣 這個特別精耶 牠瘦到肌下的時候是金黃色的 然後藍色衣裡面有的時候 是寶藍色的 如果工的話有沒有 牠的頭是正方形的 喔 母的 是比較橢圓形 對 然後在水面上 牠如果要追逐 追魚啊 或者是牠小熟魚類的時候 牠在水面上 就會像一把刀一樣 在切手 牠有魚 為什麼摸不出來魚頂啊 因為 摸不出來耶 對啊 摸不出來 很光滑 很像蛇 很像蛇的外皮 對 其實海裡面的魚 牠身上都有一層黏液 對 牠是保護牠的身體 所以是黏液的關係 所以我們叫魚領 對 不說大家可能不了解 全球有10%的鬼頭刀 在台灣捕撈 可說是我們代表魚種之一喔 由於成長快速 因此幾乎沒有重金屬的污染 成為海洋大型魚類中 最可以放心食用的海鮮 尤其像米溢這種沿海捕撈的魚船 是真正的海拉瓦魚 新鮮度絕佳 但數量較少 雖然價格較高 卻是真正可以呈現 鬼頭刀美味的方式 這不知道是不是 結果一直拉大的時候 我都沒有 這就是小吃的嗎 它真的要放生對不對 鮪魚 這可以 這可以吃大小的鮪魚 我要直接拉上來嗎 直接拉上來 這是鮮魚還是鮪魚 鮮魚 乖乖的 拍個照 剛才看到 這個 剛才像我看到一條鮪魚 在那邊咬 一起來吃 鮪手不愧是鮪手 忙著拉魚的同時 還能分析觀察鮪魚的動向 就在同時 駕駛台上的船長 就像講好了一樣 突然家族馬力 明毅更是夾緊腳步 直接上鮪台 抽出鮪桿 直接拿到最尾端 似乎要準備出鮪 鮪魚 我剛剛有看到鮪魚 所以我剛剛在後面的時候 他們現在已經在開始在追鮪魚 所以 因為水流的關係 然後 海面上太陽照聲下來是黑的 所以他們要從上面看 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鮪魚在哪裡 我們現在都非常的安靜 全神貫注 在追鮪魚這件事情 現在的氛圍只有現場 才感受得出來那種緊張的氣氛 很像時間瞬間凝固 然後大家在喊尊重 我剛剛跑了 剛剛我跳了 我剛剛跳了 我剛剛跳了 我怎麼跳 太緊張了 我光是站在標台下 就已經心跳加速 更因為風浪及船體的轉彎 無法站穩腳步 正在想像標台上的民意 如何用瘦小的身體與風浪對抗 還得Hold住20公斤重的標杆 跟其餘搏鬥 讓它站在那個角度 然後 啊啊啊啊 你看它 它在那個角度 它已經知道其餘在哪裡 它不需要穩住 因為現在浪非常的大 它呈現一個非常緊繃的狀態 肌肉所以它才可以穩住 我剛好看到其餘的尾巴 它剛剛說的那個 其餘的尾巴露出在水面上面 在裡面我剛好看到 我自己也很興奮 真的很可惜 沒想到經過半小時的追逐 最後其餘並沒有再次浮現在海面 雖然沒有機會見證標準其餘的時刻 卻也讓我們了解 這古老捕魚技法的真實樣貌 而且幸運的是 訪航前大海送了我們一份大禮 那個 你說旁邊那隻鉤子幫我拿一下 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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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人家在說的夾土鍋 一尾兩千多塊 一尾兩千多塊 那你到底有幾公分啊 有啊 現在有啊 他...他的後面好像鮪魚喔 好大吃喔 他那幾公分啊 我現在我是18...我182嘛 我182 這裡應該有100...150公分左右喔 好滑... 好長一個 太長了 他真的會咬人喔 你看 你看他的牙齒 突然會突然... 突然感... 很利呢 這牙齒很多顆 現在大概你要吃給我們看 對 他的油脂喔 大概我們講說... 滿也是三分 這個差不多一分多啊 有一點油脂啦 油脂沒有很滿啊 正常油脂是在背負這裡 對 剩下以後吃個... 你看這裡 這個油脂就比較飽滿了 對 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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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看得出來 油脂的部分 他油脂... 喔 這種是油脂耶 一條一條這種 你已經買了是不是 不是要買才可以插嗎 沒有 喔 那是鮪魚啦 鮪魚要買才可以插 鮪魚 緊接著就是兩點的漁獲拍賣 用眼神的喊下嗎 這樣 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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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點頭 有的是點頭 每個... 如果有一個人經過 不小心點頭 那就是他的囉 不一定 他會固定看 那個固定在賣的 熟客... 差不多30秒 這兩百二十三斤 然後最大隻 好 大家看看 來 六百二十三斤 這邊來 這個來 七百 六百五 六百 六百五 五百五 五百三 五百 五百五 四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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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 五百 後面五百 五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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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 六百 六 六百二 六百二 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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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CV的 它得標 吃多少錢 6、9、7 沒想到鰭魚競標的緊張氛圍 跟標鰭魚不相上下 尤其各路買家還得考量成本 售價與品質 在短短的幾秒鐘內要反映出價 看得我們是一頭霧水 不過既然來到鰭魚的大本營 陳公正 當然要品嘗最高等級的鰭魚料理 前面就是鬼頭刀 現在東京的鬼頭刀是好那麼美 它的口感不舒紅甘 因為真的你要挑可以 攝影片等級的鬼頭刀 其實量也很少 然後要油脂度跟鮮度要不對 才有辦法相加 鬼頭刀它其實油脂分布也是蠻多的 對啊就是東京的 它口感不舒紅甘 油脂度也是不舒 超越我的想像 因為我會覺得 有時候鬼頭刀它的那個 在煮的時候它的 鬼頭刀的那個魚味會很重 這個是完全沒有 對就是鮮度飄水夠插發 像這樣子 它的魚肉是非常扎實的 然後你可以吃到那個 那個鬼頭刀它的那個筋 對 筋的部分可以吃得出來的 然後也是桂田 對 然後後面這個就是手錶的白旗魚 白旗魚的肉好像聽說啦 堪稱可以媲美那個黑鮪魚 對不對它的肉 油脂味是最棒的 然後像這一隻是208公斤 是今年標旗比賽最大隻 然後油脂度也是最棒的 那個 好 因為鮮魚它的香氣啊 是你吃起來會有鮮甜味 對 然後後面那個鮮魚的韻味才會出現 哇你們 每天要看這個油脂 它有沒有像日本和牛 感受一下 沾一點點就好了 沾一點點就好了 對 醬雞 我們再吃醬就夠了 醬就夠了 對 好濃喔 對 好濃 但是 不腥非常的甜 對 你可以用舌頭 去壓那個鮮魚肉 因為在嘴巴裡面 對 它的那個裡面的鮮魚的油脂 會慢慢的化開 對 這就是新鮮度是絕對的 然後越養那個鮮魚的那種香氣 會越來越香 然後咬下去之後 它會直接在你嘴巴之間化開 對 哇很香耶 到現在還是非常濃郁的喔 那個香味 我們都說白鮮魚有像那個 濃茶一樣 就後面那個韻味 會在口腔裡面 現在有慢慢那個 那個濃度慢慢出來了 比剛剛我吃下去的時候還明顯 對 為什麼會有奶味喔 是我想太多嗎 很濃耶 是因為這隻的油脂度是非常棒 然後標鮮魚 標道的鮮魚的特性就是說 你吃 你也吃得到魚肉的口感 這標鮮魚跟撒網抓的鮮魚 是有分別的嗎 不一樣 其實標道就是你在海上追溯的時候 標道的時候它是活的 對 然後當鮮魚沒有力的時候 你把它拉上來 然後魚米就馬上就在海上 就做生鮮處理 直接保鮮 直接冰具去保鮮的工作 然後那個肚子塞冰 就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台灣目前 就是從日劇時代到現在 就只剩這十幾燒 只剩這十幾燒 所以它的價值 是更高的 我們 我要讓它價值性更高 因為它的文化 文化的關係對不對 對 就感覺人生跑馬燈要出來了 你知道嗎 餐廳老闆與民意共同為了 成公正的標旗與文化 與台灣海洋資源的永續傳承而努力 我們在小鎮的精神裡 體現的是世界的格局 你們也看到了嗎